为了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虽然这个台美台风 其实已经远离台湾两天了 但是在过去的这两天 其实台湾还是受到台美台风 引起的新南水汽影响 导致在中南部地区 都有出现非常大的雨势 那么连北部都有出现 在礼拜五的时候 都有午后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许多地方都有出现淹水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周末的话 其实天气会受到太平洋高压 逐渐增强之后 台湾会开始恢复到 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 所以提醒大家 在气温方面也会有很明显的回升 只不过中午过后 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雨势会比礼拜五的雨势 来得小了许多 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 可以把握一下下个礼拜的好天气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微信音图上面 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一个礼拜影响台湾这个大片 低压带已经有很明显的缩小 那么虽然台湾附近的水气还是相当的多 不过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会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 并且延伸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到了下个礼拜 其实会 台湾的天气会逐渐晴朗而且稳定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地安排一下下个礼拜的活动吧 那么在降雨几率的部分的话 其实礼拜六其实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受到外海对流的影响 还是会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震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至于其他地区的话都还是属于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么不只是山区连平地也都会有机会降雨的情况发生 那么在气温的方面 其实中午的高温会来到31度到33度左右 其实和过去一个礼拜相比已经有回暖了许多 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天气形态是属于高温 而且高湿的天气形态 感受上会稍微闷了一些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比较透气的衣服会比较好 那么至于到了夜晚的时候 其实温度也会来到26度到25度 其实中午有下起大雨来的话 其实夜晚的温度会凉爽了许多 而且预计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其实这个低温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好好地安排一下这个夜晚的活动吧 好以上是今天的Weather 360 我们下次见